当你第一次看到大阪的交通 复杂程度可能会让你一下子找不到方向 而当你慢慢深入到这座城市的街巷 把自己喜欢的餐馆 咖啡厅 小商店标在自己的地图上 你可能会开始喜欢上这种复杂的交通网络 因为这意味着丰富的选择 最近在大阪最受欢迎的地方 是距离市中心开车大概半个小时的国际展览中心 这是今年G20的主会场 这次会议是日本主办的最重要的国际会议之一 为什么是大阪 大阪最初不叫大阪 它有过好几个名字 几乎每一个名字里都有一个海浪的浪名字 比如说浪速浪华等等 因为它最初发展起来就是因为爱着大海 有天然的港口 往来的商船让大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是日本商业最繁荣的地方 在1860年代以前 大阪所在的关系地区一直是日本的政治中心 哪怕在战乱天灾改朝换代之后 政治中心转移 但是大阪的商业地位没有改变 比如明治维新之后 日本虽然迁都东京 但是造弊局却留在了大阪 直到今天 商业繁荣仍然以高楼和小商店并存的形式 在大阪和整个关系地区继续繁衍 在对外贸易上尤其显著 2018年 关系地区出口总额占到日本的大约20% 超越了其他任何一个同级别的地区 其中四分之一是向中国出口 在这次G20上 关系将继续为自由贸易发生 日本政府不止一次强调 目前国际社会最重要的任务 是坚持自由贸易体制 G20应该继续推动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 要了解大阪需要打开所有的感官 也就是一定要吃 这里自古就被叫做天下的食堂 早年间 日本的大米果蔬鱼市场都在大阪 还比如 回转寿司就起源于大阪 当地寿司店的老板先人工太贵 就把寿司放在每秒移动8厘米的转盘上 没想到 转出了日本 成为了很多外国人对日餐的入门料理 在关于G20的标语中 大阪和关西总是并排在一起 日本政府希望通过这次国际会议 提升整个关西地区的影响力 因为这里有古老的京都 奈良 港口城市神户 有风景美丽的河歌山等等 可以说 把日本从过去带进了现在 至于京都 就承包了日本的一大部分过去 它是日本时间最长的都城 走在京都 可能上一分钟你还在花建小路 吃传统的日本料理 而这里的很多餐馆也好 咖啡馆也好 都是老房子改造的 下一分钟你可能就在鸭川边散步 古老的城市往往都是从水边开始的 鸭川被看作是京都的灵魂 周边流传着很多的传说 值得你自己来看一看 当然你还可能走在寺庙或者神社边 古时候的工匠把自己的智慧和记忆 都献给了这些建筑 在京都留下了一座又一座的精品 而当历史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渗透进了生活的日复一日当中 传统又成为了关西的特点 也成为了日本一张 可以飘洋过海的名片 有个电话 与你每个人都留下来 你也没用